给它干净 处理好的虾给它放进另外一个大盆中 然后我们在盆中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我们把虾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捞出来放进盆中 然后在它虾的里面我们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再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加入食用油在虾的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一会煮的时候鲜味不会流失 一块去了皮的生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准备多点的小葱给它切成稍微长点的葱段 再准备适量的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然后把我们切好的姜片平铺在锅底 蒜片我们也给它撒进来 切好的小葱也给它平铺在锅底 然后把我们的大虾给它倒进锅中 再倒入少许的啤酒 我们煮虾的时候不要用水 用水的话会柴 也不要加入白酒 加入白酒就会掩盖住虾肉中的鲜味 然后盖上锅盖煮五分钟 再准备少许的大蒜给它切成碎点的蒜末 三颗小米辣切成辣椒圈 适量的生姜给它切成姜粒 再准备把小葱切成碎点的葱花 然后我们要准备一个大碗 把我们切好的葱姜蒜末还有小米辣 都给它倒进大碗中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然后我们在碗中再淋入两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入白颜色的食盐 绿颜色的鸡精 再来一勺白糖 一大勺的香醋 再来一点点生抽 大概一汤匙的蚝油 再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备用 这个时候大虾已经做好了 打开锅盖 我们这样煮的虾真是太香了 打开以后整个厨房露出鲜味 煮的时候切记不要时间太长 太长的话虾肉会发柴 然后我们盖上锅盖 再给它焖5分钟 焖5分钟的虾吃起来会更好吃 煮好的虾夹出来 给它摆到盘中 然后把我们调好的料汁 摆在中间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这样做的白做大虾 真的是特别的简单 而且又方便 而且我们这样煮出来的虾 颜色也是比较的好看 虽然没有加入一滴水 但是煮出来的虾颜色照样红亮 而且我们这样煮出来的虾 特别容易去壳 站着我们调整料汁吃 别提有多好吃了 如果你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明天就见 拜拜